其中一種不者最害怕看的續集 就是上集已將所有故事線緣滿結束 發揮至極致 每個角色皆得到恰如其分的下場 例如有情人忠誠捐贖等 劇情已無以復加 豈要卻碰到電影公司鑑於上集賣座 所以強行命令導演開拍其下集 在此情況下 導演唯有將上集已建立好的關係或角色歸宿重新打破 例如恩愛的兩小口子突然情海翻波 或遇上第三者 致使二人反面分手 跟著再炮製各種不符常理的離合曲折 使二人最終得以復合 其中個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 便是1994年的金之玉頁第一集 不者原本對其喜愛非常 先後還看了多次 但到了兩年後的第二集 導演陳可新在上集的男男同性戀儀雲上 久未續標 強行加上另一段的女女同性戀儀雲 不者覺得此舉不大幽默或搞笑 卻嚴重破壞了男女主角二人的童話關係 無疑數慶非常 故此事後就連第一集也不喜歡上 沒有再重看 同樣的情況亦發生在本片之上 其實上集的成功在於擁有一條清晰的故事線 便是三兄弟中之大哥王子華的兩個個人心結 即他對舊愛鄧麗恩的念念不忘 與及跟兩個二父二母弟弟互相姦當年的恩怨情仇 而導演巧妙地藉三頓飯將這兩件事 引爆、擴大、自量解而大結局原場 不者當中最喜愛看的 卻是王子華跟林明晶的一對 他們兩人間的亡年戀、浪漫別致 結局裡他倆更得已有情人忠誠眷屬 是不者聯想到會利亞恩執導的 Magic in the Moonlight之情節 但這次的續集 不者在兩個月前初看其預告片 指覺人物眾多 難以觸摸到主題所在 再加上失去了主心骨、王子華 立時時不者勇起上述的金之玉業心理陰影 入場前組作好了最壞的打算 在看過電影之後 沒有失望 亦沒有驚喜 因片子的成績正好和不者之前的預期一模一樣 只因沒有了王子華作電影的定海神針 更缺了上述的兩條主線 剩下的五個主要角色 張繼聰、鄧麗恩、陳澤民、王遠之 林明貞等 除了二老、三老是兄弟之外 其他三人嚴格來說並無正式親人關係 導演及編劇在處理他們的家習方面 便顯得進退圍局 反覆無常 他更選擇走上處境起劇路線 再兩對男女的情海翻波 加入大量錯誤 誤會的外回家招數 主、外回家那本地電視台的一套 長壽處境喜劇也 甚得觀眾的熱捧 可惜那群演員盡管之力深厚 卻缺少了外回家那十多個主要演員 長年累月所建立的默契及化學作用 例如謝君豪不管如何努力去欺負長志光 也難以營造出原外回家 中大小姐欺壓小秘書的同等野笑效果 導演陳榮新在前作《逆流大叔》及《泛氣攻心》上集中 已顯出他事個說故事高手 能藉主角的遭遇而做到悲喜交集 觀眾成功代入到角色 對產生共鳴 但如今於本片處理手法卻明淩碎混亂 事常出現某兩個角色在兩分鐘前還吵架 突然下一秒鐘又像末士人般繼續說笑 形同神經看一般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戲中張繼聰跟謝君豪在婚宴中破面決裂 謝君豪奮移離去 但電影為了趕著原場 唯有安排在三分鐘之後 謝君豪竟然跑回來主動給張繼聰支付酒席賬 二人一笑問恩仇 讓筆者看得目定口呆 再加上恩缺了王子華這個最大的卡士 電影公司警衛張繼聰 陳澤民這兩個在上集女型同孤兒的角色 憑空加入十個八個角色來插科打鬥 希望能複製當年紅霸喜劇界的新藝城套路 做到兩分鐘一小笑 五分鐘一大笑的效果 無奈這些演技徵戰的演員中非全面的喜劇能手 不且大部分的時間對他們的劑微龍眼無動於衝 反而覺得其加入 嚴重打散了那兩對愛女在上集中所建立的感情衝突 弄至兩頭不倒岸 或兩面不討好的意思 承言 電影的最後一斤稻草便著落到林明貞身上 全套電影幾乎加以靠他的半咸半淡 廣東話來支撐大局 正如另一套港產片田池有所言 廣東話真的極其複雜難懂 這位大馬姑娘不停在片中用錯成語 曲解意思 附上十分鐘、十五分鐘的神來之筆 竟成了唯一道德不者大笑的電影功臣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靜庭 謝謝 兩個字幕提供 好恐怖 不用 Bear 高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